大家好,今天這個議程就開始了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是PCB 那我現在就職服務於微創自通SLPC的南部分布 專職軟體開發,軟體系統的開發 那如果說,其實那個我們的分布在一年前才剛才新成立在高雄 那如果說有各位在座有希望能夠到高雄南部發展的,可以考慮一下 或者說等一下再揮我,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會稍微介紹一下我們公司的軟體開發流程 我是覺得還不錯的,相較幾個我帶過的傳統軟體公司 有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比較用的Tour TourChamp是比較OK的,那可以稍微介紹一下 那可以上104,看一下有哪些職缺可以這樣 希望有緣跟大家一起共識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缺的,什麼端都缺啊 後端、前端都缺這樣 只要你有本事的都可以過來試試看OK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Universal Groovy 那我現在這裡先做個調查好了 你們這邊有誰聽過或用過Groovy的嗎? 可以舉一下手 OK,大概有一半,快一半 那沒聽過的咧?或沒用過的? 那剛剛那邊沒舉手是怎麼樣?是怎麼回事?OK 好,那在這個除了Groovy之外的話 等一下Universal我再介紹好了 那我今天會帶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先介紹一下Groovy是什麼樣的一個東西 怎樣的一個Tour,怎樣的一個平台 怎麼回事 不好意思 我是被它關掉什麼 它會關掉 好,那再帶出說 那個Groovy這樣子 再套上Universal Groovy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概念 然後最後會用Goreas 帶大家從無到有的 創建一個Web Application 來看看說 這個Universal Groovy 到底可不可以在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做一個展現跟實現 好 那 我們 我現在先介紹 先介紹Groovy 它這個本身 它是一個程式語言 它是一個基於JVM 上面的一個程式語言 它算是一個要補強Java 並沒有 之前就是Java 8之前 比較沒有動態特性的一個 所發展出來的 稱之為 通常都稱之為Scripper Language 那 跟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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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 我這邊提出來 就是說 因為我發現 它的生態系 發展了一些 開始的 大家都廣為在使用 那 我這邊也有列出這幾個 幾個Tour 稍微介紹一下 它的生態系 那 現在開門 左上角 那一個像Goreos Goreos Goreos的話 它就是 以Groovy 當作 一個 程式開發的語言 然後 所謂一個框架 然後 你看它的名字 就知道說 它就是要跟那個 Groovy Goreos Goreos 做一個 致敬 就是把它的好處 給扣過來 想說 它可以讓你 可以快速的開發出 一個Webocation 的一個雛形 還可以 先不用去 考慮太多的 一些 像設定問題 因為我們Java的 生態系裡面 所用的一些 Tour權就是 其實它在 要 你在開發你真正的 Business logic 之前 必須要做 很多的一些 工具上的 調整設定 或者一些 Library的 應用 它盡量把它講話 先把這些事情 先弄一組 預設的set 預設一組 工具集 可以讓你使用 那就先讓你可以 快速做 開發 初心 初心開發這樣子 然後 我這邊要特別提的是 Goreos 3 如果你要用的話 盡量使用Goreos 3 不要再用2 因為Goreos 3 是基於目前還蠻行的 Spring Boot 的基礎 會把它建立出來 再抽更高的一個集成 一個集合 Goreos 3底層 一些 你如果對Spring Boot 有了解 或者是有用過的話 基本上都可以套用到Goreos 3 Goreos 2 因為Goreos 它發展比Spring Boot還早 所以它早期的話 會為它自己一套 一些工具 Goreos 3 一來而來 就決定使用Spring Boot Spring Boot的話 就號稱Petussian Ready 那就是你可以去 好好的 研究一下 好 那還有Goreos Goreos 4 Goreos 4 是Desktop 的一個工具 其實我沒有做很深入的研究 現在大家好像也不流行 寫Desktop 的一些 Application 但是我把它提出來 說我們有這東西 Goreos 1其實也有這東西 可以使用 那G-PaaS G-PaaS的話 是它可以針對你 去做一些Concurrency的 程式上的一個設計應用 那它好像會針對 可以針對你的硬體上 比如說你有多核核心的一些 硬體設 硬體特性的話 去做 去做 去做處理 那可以 可以參考看看 其實這方面我也沒有 周末很多 那至少說這方面 都要 Groovy有一個選擇 這樣子 那現在有再介紹那個 JIP JIP跟這個叫Spark 那Spark的話 我相信有機場的那個TALK 都有提到 就是測試平台的話 如果以Groovy為基礎的話 通常都會提到Spark Spark的話就是相對於J-Unit 然後它是一個單元測試的一個工具 你可以拿Spark 它算是Groovy的始作 只不過它名字叫Spark JIP的話就是網路自動化測試 上面的話是單元測試 下面的JIP的話就是網路自動化測試 它底層是用Snelian Snelian也是廣為 它可以滿多平台都用Snelian 還做一個網站自動測試 就是Functional的 End-to-end測試 都滿多用Snelian 那JIP的話它底層也是用Snelian 然後它再加一層Groovy的外皮去包裝它 那中間就更不用講了 Grandall Grandall那麼多 我相信大家聽下來那麼多TALK Grandall一直聽到這名稱 Grandall就是大家廣為接受使用的一個BuTool 雖然Maven還有一定的使用群 Grandall也有流行 其實Grandall它也是基於Maven 它的一些Convention 然後再去把架構把XML的描述 剃緣變成我們用Groovy來剃緣它 使它更可以有Program 就是可程序化的特性 那也有在Google指定那個Android的開發BuTool的一個 官方指定的一個BuTool 所以說大家都廣為接受 用Grandall去使用作為一個BuTool 那Springboot的話也是 OK 那介紹了那麼多Groovy的生態系 那大家有沒有覺得有沒有缺什麼東西 有沒有哪一塊有缺 如果你想作為一個 用Groovy做一個FullStack 一個全端的開發的測試圓 有沒有缺哪一塊 你們知道嗎 好 我就公布答案了 其實就是前端的部分 那因為GavaSquade的生態系 它就是發展的很快速 那我這邊提一下 這邊是我這一兩天接收到的訊息 這個人說他喜歡各式各樣的 那就是他不再使用Skala 他是10月7號 那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就是Groovy的發明者 就是他發明的 然後Jesney Thomas發明的 那他其實很有趣 他之前的初衷是說 因為Groovy的很讓Spy 那個Skala還早 他剛出來的時候 他有說一句話說 要是他知道Skala 有這樣子的announce的話 他就不會發明 或是Promo那個Groovy 那他現在事過境遷 現在他 他卻發了一個Twitter說 我不太使用Skala 我用其他的東西 那這就凸顯的是說 Groovy我覺得 就我個人認為 就是一方面也是我喜愛Groovy這樣的語言 那一方面留言 應該會圖而去一些平台上的一些推廣 或是說Groovy這樣子的一個語言的話 是越來越受到重視 跟大家廣漫使用 好 那這個的話就說 那我們缺Groovy整個的Tourchain 那是缺乏了前端這一部分 那這個就要講到 那為什麼今天會有這個Talk 其實因為去年隔壁棚的那個Water 就是他有 就講了一個Talk叫Universal Scala 那我想說 那我基於Groovy的愛好者 我怎麼可以缺席呢 好我就想說 那我就說 那我就當然要講個Universal Groovy這樣子 那也是說到 那應該是JavaScript的生態圈的發展 它原本JavaScript是受限在browser上面的一個執行程式語言 那後來Chrome出現了 那上面的JavaScript的Engine Vs還是Vbar 就是獨立又堆出來變成NodeJS 那NodeJS的話 這樣子發展 就導致於說 JavaScript它是不是也就可以在 sub端去做開發 就有所謂的 有什麼時候 isomorphic的一個概念 就是在JavaScript有這樣子的概念 那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你所開發的application 可以在clin-site跟server-site run 而且是用相同的call 那我們現在比較常見的做法 就是說 因為可能有基於那個Restful設計的發展 然後我們的server端的話 server端都是Restful 就是指是把資料結構產生出來 然後push到前端去 那前端的話 現在因為JavaScript的關係 要有那麼多tools可以用 就是說 你這邊JavaScript前端去做處理 那這導致是一個現象 就是說 你必須要用兩種語言 或兩種程式去描述 你的domain object 你在server端是一個模樣 然後在可愛端又是一個模樣 所以導致你這兩邊的話 除非就是分工前端後端的 那可能你API定義好 這樣子溝通的話 可能就還OK 但是問題是說 有時候就變成說 你的開發方案 你的整個軟體架構上面 是一個hybrid 就是一個混合式的 的一個 一個現象 那所以說JavaScript 自從Node.js之後 它發展之後就覺得 我們server端也有 剛才都有 合佈把它合成一個 這樣就不會兩個source分開 然後你合併成一個object的話 那你要管理 在免費上面修改的話 也都比較方便 也比較不會不容易出錯 所以說就有所謂 Isomorphic Universal的一個概念 所以說我就找到一個 open source 叫GuruScript 那它基本上呢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 Library 它是一個JAR檔 那它最主要就是把 Guruvi的程式碼 轉換成 ESM JavaScript E7MA5 這個版本 現在E7MA5的話 應該大部分的 瀏覽器都有支援 那它的license 是Apache 2 應該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我們在使用它的時候 就是說你要轉換 我們GuruVicode的話 是需要一個GuruScript 這其實跟 GuruScript在前端 你在用一些框架平台的時候 也都會 通常也都是用這個技巧跟手段 也是需要一個 算是converter的東西去轉換它 然後它現在已經有 這個GuruScript 它已經有發展出 有翻轉出各式各樣的 Plugin 還有Grendel的Guruest 還有MPM JavaScript的 NodeLensets的Plugin 可以使用 其實 其實它都在發展當中 所以說 這個就可以 就是說 這個Library 那等一下我會帶大家說 怎麼去使用它 然後去 怎麼去達成所謂的 Universal Groovy的一個概念 那為什麼用它 就剛才我所講 就是說 你可以 就是說你用Guruvy的話 基本上就是Java 生態系 所以說你這些Tools 開發工具 都是回到Java的本身 那我就講到 你的Object DomateObject 你就不需要用兩個語言去描述它 然後就單一的開發環境去做 你的程式開發這樣 那 你就不用再去學習另外一個 JavaScript的Tools 那 這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不用學習其他JavaScript 但是問題是 做這種跨語言的一個平台 基本上 我認知是 你不去了解它是不太可能 就是說你可能要懂的 就是說 你不僅要懂Guruvy 和JavaScript的一些 你到時候要微調的話 這個還是得要去 去了解一下 這樣才不會說踩到雷 比較不容易踩到雷 就算踩到雷 比較容易快找到 方式什麼解決 這邊只是講說 你這樣不容易 你就不用再去學另外一個JavaScript的Tools 那並不是指JavaScript本身 OK 那 接下來就是說 那 跟JavaScript最大不同的話 就是說 我們這些類Java的Script Language 它的語法層次 是有動態的 特性 那 這個動態的特性 雖然是有動態的特性 可是它的底層呢 還是 還是Java 還是Java 所以說它還是有靜態的一個 所以說你一些所謂靜態的Stadia Type 就是你要指定的Type的話 是可以做的 你可以 不用受限於JavaScript 這樣子的一個限制 那 我覺得 蠻重要一點就是說 那 因為動態語言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 它因為很有彈性 所以說你要做一些 單元測試的話 測試的話 並不能那麼容易 那 所以說你如果用Groovy的話 你就可以使用Spark 剛才講的那個 Groovy的那個 單元測試的工具 去測試你的程式碼 我覺得這是一個利多這樣子 那 比動態語言就有這樣子的一個優勢 然後重點的話 我覺得是要找樂趣 那 你工程師生活 就已經那麼苦悶了 你還要 每天就操作相同的工具 然後做一些重複的動作 那 好像覺得還蠻苦悶的 就我來講 我就喜歡找一些這些 就是說你們一些 你可以聽到說 Universal Scala Isomorphic Jalscript 那麼Groovy或是像語言平台 到底有沒有那個可能性 那我覺得我找這個 會不會蠻有樂趣的 然後 對 那 雖然 沒有像那個 我們第一天的Keynote 那個黃劍欣大師 講那個 他那個排名 那個語言排名 雖然沒有排在裡面 但是我覺得它是 可以算是一種 可以有一種選擇 那你可以去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 去 瞭解一下 我覺得應該蠻有樂趣 好 那 那 這裡的話 就是列出 GrooScript的一個連結 官網 然後文件 其實蠻多的 文件最主要就是 官網裡面的那個 Documentation 看完一次 你大概就可以了解說 哇 這一個 GrooScript 這個Library 具有哪些功能 當然它是 當然它是 正在 如火如土的發展當中 那 我覺得這邊要特別看一下 它有一個Try Try網站 我想很多一些新興的語言 都會有一些Try網站 來拆拆看 譬如說 你這邊上面是寫 Grooby的語言 下面就可以把它翻譯成 它所產生出來的GrooScript 然後那個作者也建議說 你如果要做這樣子的一個 要用在你的專案上面的話 你還是嘗試的 就是說 你去把 上面寫一些Scrib 那個 Groovie寫一寫 然後去轉換成 開始轉換成GrooScript 好 再去做 開始去考慮說 到底要不要做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 你不同語言 像這樣子跨的話 其實它就是 像Groovie 它的範圍就是這麼大 然後GrooScript也範圍這麼大 然後我們就取取它 從概念沒有重疊的部分 它是不是有沒有 Groovie為什麼 在我認為 為什麼會比其他語言 更容易 可以做 就是這樣子的 Mapping到GrooScript的概念上面 那我這邊先列出幾點 那像 顧慮於它動態特性的關係 像你做 參數宣告的話 它可以不用 就是說 你可以不用明確說 它是Stream 或是IntegerType 它就打一個 Div 然後 後面就接你要的 那個 參數值 那你參數值的話 用我們這VM的特性 可能有些Type Reference 的一個方式 它就直接就可以去把 知道說它的那個 參數 是 那個變數是代表是什麼Type 那跟GrooScript的話 它也是用Bar 先做相對應 就是說這樣宣告 它這樣的概念上是接近一致的 那還有所謂的一個 Xpa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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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Groovy 比較新版本 所推出來的一個 特殊的 class 可以使用 那其實你如果對 JavaScript知道的話 其實它就是 JavaScript的upjet 我 這邊就寫 那個Groovy 動態的 比如說我定義一個 Number Number 這樣子的一個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它在這邊的話 其實我 它就可以放譯出相對應的 JavaScript 那如果說你上面的 本身的Groovy 遺法的話 錯誤的話 當然就翻譯不過 那它的特色是什麼 我就 JavaScript的話 一般的話 就說你有這個 object 你初始化之後 它裡面內部就定了 就已經定義了 那 它這個不用 就是你可以先 產生一個空的 這樣子一個 Xpandle 的這樣子一個 物件 那我可以動態的 Darleton 指定給它 譬如說名字 現在也可以過 然後 除了 Member 裡面的那個 參數之外 可以用close的方式 指定它 可以定它的 那個 Messor 那最後呢 當然就可以 黑色的話 就執行說 HIGH 其實這個概念的話 其實就是JavaScript的object 那它有這個東西 你可以使用 好 回來了 那 那 它的 Groovy的語法也蠻簡潔的 譬如說 List Array的 選擇 就是兩個方塊號 你再打兩個方塊號 你也不用像那個 Java那樣子 還有什麼 New Array 然後什麼 選擇之類的 這樣子 那跟JavaScript一樣 它JavaScript的Array 也是兩個方塊號 就可以選擇出來 那 最下面一個 那 Groovy的兩個大括號 花括號的話 就代表它的 Close Close 就是那個 Function Programming Language的特色 你把它 現在可以把它想像成 就是 Java的 Lambda Lambda 那 你可以 它不全然相同 但是你就是接近 你可以這樣子做一個 類比 那 其實在JavaScript 它本身就是 JavaScript的Function JavaScript的Function 本來就是 很有 就是很有 那個 Lambda特性 所以說這樣 其實在這些 概念上的一些 語法上的一些 鑽血或史作 其實說可以類似的 做一個Mapping 那 當然 那有Groovy有的JavaScript沒有的話 它這邊的話 等一下會介紹一下 就是說它有HTML Builder 那它就是 用它Groovy的語法 然後去描述 你HTML裡面的 XML的結構 它會看起來 就比較簡潔 那這是JavaScript沒有 JavaScript 就是要配合 HTML 做一些 做 或動的一些operation 那 JavaScript有的 那Groovy沒有的 就是 UI Component 的部分 那其實一些 就是說你生態系的強大 JavaScript的強大 其實應該有一些 大的因素 就是它有一些 好用的一些 或者已經發展好的 一些 這些 UI的 Library可以使用 你可以很容易 足夠出來 但是目前Groovy 或是Groovy 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目前還是 看不到 有這樣子的一個 優勢出出來 然後看後續 這個生態圈 發展的 情況如何 如果持續發展的話 應該它相對應的 UI Component 如果夠熱門的話 應該會慢慢的出現 不過目前是缺乏的 好 那這個的話 就是 那個 Groovy裡面的 HTML Builder 產生出來 就是你鑽寫的時候 就這樣鑽寫 然後它就可以 產生相對應的 就是你寫在 類似像 JSP的 GSP裡面 它就會產出 就會產出 相對應的 HTML 然後推到前端 好 然後就不解釋了 很簡單 就是 譬如說 FORM 裡面的HBuild 就用這樣子的方式 那個 KeyValue的方式 這樣子 對應進去 然後打括號起來 就是70的Tag 後續的 就是CloseTag Ampity Ampity的話 就不需要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 我會再來 就用Groovy的方式 從無到有 帶大家 去看一下 這個UniversalGroovy 怎麼去實作 可以怎麼實作出來 哇 會不會太低 這樣 可以看到了 好 那目前就是我現在 需要一個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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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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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例子 好 就產生Post 我們看一下 我們就進去 好 那在這邊 裡面有一些結構 就是說 都幫你配好了 譬如說 像Grandor Rapper 都把你產生好了 算是一個Code Generator 把你產生出來 好 那我們先不用看你內部 內部 那我們就直接Rom它 看看會不會 然後 我可以不用Complier 那我直接Rom它 它就會幫我Complier跟Rom 起來 然後 這樣東西就是很快 就可以讓 簡單我什麼事都沒有做 就是下兩個指令而已 就幾乎就可以 就是可以 產生執行一個 Web allocation 這樣子 然後它Complier 其實都蠻慢的 那這邊有一些 有些設定 我沒有去處理它 這個 大家忽略這樣 就先等一下 通常這些 通常這個時間的話 大概就可以從椅子上 坐起來 做一些運動 做完 回來 說不定還沒Complier 這是大家詬病的地方 出現Localhost 8080 就出現 好 就是一些很簡單的一個 就是 Welcome的一個Page 好 那 我們要體驗的話 我們先 什麼事都沒做 我們先把那個頁面 替換掉 它的頁面就是在View裡面 然後 其實它那些Community 其實很容易了解 那我替換掉 那 我們看一下 好 現在我就有一個頁面把它替換掉 然後 現在就是一個Demo 然後 現在假設說 我現在我有 現在 因為什麼都沒有做 首先假設有一個 裡面有書的列表 好 把書的title 跟那個作者 author把它列印出來 好 那這是SampleCore 那這邊 代表它另外一個語法 就是說如果你的author 是怒我的話 我就另外一個字 穿去替代 替代它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會 把它跑起來 下個開始動 那這個其實 我是應該要demo 所以說 它其實應該有一個watch的機制 會跟node.js 那樣子的一個機制 就是說 它如果有什麼改變的話 它應該可以hard deployment 先把你替換掉 就不需要這樣 重新開開關關 會出錯 這是正常的 就是說 你根本沒有這東西 因為再怎麼run 一定會出錯 好 我們把這個實現出來 我們需要一個domain的 不是 不是這樣子 對不起 因為我們剛才是用greers 創建app 其實它的domain的話 其實可以用 它的greers指令 create domain class 然後 就book 產生出來 現在指令就產生 所以說它除了 在domain裡面有book 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domain object之外 它在 因為它 它 它 預設的一個測試的頻 是使用spark 所以說它會產生一個book spec 先幫你寫好 在那邊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內容 看一下它幫我們產生的是什麼 就很簡單 就是 它就是一個class 一個book 裡面沒有任何的 那個 那個datafill 然後就是 還有一些comptrend 你可以說 就是 怒阿囊 或者阿囊 這樣子 對 那 這樣子的話 我們再重新 自信起來 好 謝謝 然後這樣就變成一個空 就一個空的 當然啦 你那個70的時候 你看我現在都還沒有到dbe的操作 它就可以work了 很簡單就這樣子 中間的話就沒有 就沒有任何的rendel 我現在是傳統的方式 就是gsp的傳統的方式 我們先看一下傳統 它是怎麼做 再進一步 再進一步 到universo怎麼做 那我們有domain object 我們來幫大家寫些內容 好 好 看一下 好 那 這個common的先不要管它 然後我先加了title跟author 剛才我們看到的gsp 就是說 我要 要 iteration 把它給列印出來 有title跟author 那 書本的話 基本上都這兩個是 必備的 必備的 資料 那 這樣子的話 可是 我們的 只是定義好這樣子的一個 domain object 那 其實是沒有資料的 那我們就幫他們 幫他們加資料 那 Grears的話 它會有一個 它有一個可以有一個出使的方式 那就在int 這個資料夾裡面 底下會有一個 不是 trade.groovy 這邊的指定的話 就是說 你 你的 Grears 的 web application起始的時候 你要在這個地方 你要做些什麼 起始的動作 這邊就可以在這邊做 好 那 在這個地方做的話 我們也把它 就篩 先篩兩本書進去好了 我們再看一下 好 這邊我就篩了兩本書 然後 它 Groovy的特性就是說 剛才 我這個book 根本沒有寫什麼 constructor 但是它是有一個 類似 就是 這個 就是一個 好像一個 Default 你就把它可以視之為 講完一點 就是 你可以依照 你的裡面 所 像這book裡面所 兩個 member 然後可以這樣子 像這樣的方式 傳遞進去 它就像那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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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Groovy 他現在都沒有做到任何 跟DBA的操作 其實這樣的話 已經算是 已經 有在做DBA的操作 那它的預設的話 其實我不太確定它預設是用什麼 是用File還是用什麼樣的一個DB 可能是一個In-Memory DB OK 那我先不管 那這個動作因為它是Spring Boot 到時候都可以再微調 那你現在就可以看到 那我現在 我系統要起始了 這個動作就說我塞了兩本書進去 那 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就把它執行起來 我剛才那個GSP 可能跑得有點快 剛才那個內容的話 它就是用GSP就像JSP一樣 它有一些自定義的一個Tag 那它基本上它是Server Render Server Render 那你想要做到Universal的話 可能就是Server Render的話 算是比較舊的方式去執行 那通常的話 你要做到Universal的話 你應該就是要用那個Cline 或Rest的方式去把它切開來 好 這樣就列出來了 那Server Render的方式 所以說我把原本的Server Render 改成非Server Render的方式 然後把另外一個GSP 扣進來 扣進來 那我們看一下 是有點複雜 但是 可以看一下它怎麼達成 漸漸的進入關鍵點 好 我們那個Gloss script的話 它有兩個Gloss script 相關的JS要 import進來 用JQuery 它會用到JQuery 然後它自己剛才我講到的一些Gloss script的Gloss 或者JS 這個要 import進來 然後你這邊的話 它有一個Tag 它有一個Grip 這個就重點 重點就在這裡 那 其他前面的忘記都沒有關係 那如果大家做到Universal的話 就是這一段 就是這個地方 關鍵點 就做到 就是說你在Tag裡面的話 你要去定義你的Domain Class 叫Book 那當然你可以把你的Package 的Path 寫進來 那就可以明確知道說 你這邊 這邊到時候Render出去的 你這邊會用到 所謂Book 這樣子一個Domain Object 然後 是在剛才端使用 是在這裡 是在這裡使用 然後另外 你Serve端那邊的 那些 Persistent 就是DB 操作的話 也可以用這個Book 這個Domain Object 那你的GrooveScript的Code 這個Tag裡面 就你這邊就寫你的Groovy的程式 那到時候 其實就可以抽出來 就是變成 可能你可以用一些 抽成一個Model 然後之類的 那是我現在方便 方便Demo 所以我寫在這邊 那寫法就是 譬如你要用Book 就Import起來 那你要定義一個Closure 那你要對這個Book 做一個List 這個List 就相當於我們Dao的動作 就是我把它取出來 然後做一個Iteration 然後 我設定原本 這裡有一個Book List 它有一個 一個 一個 Tag 就準備要T1掉的 裡面HTN 然後你在買 就是你把 用H的方式去把它Iteration 把它 就是在這個Book List 後面 每一本書 把它Pen上去 把它抖起來 然後最後你的Document Ready 的時候 就把它畫出來 那這算是一個 你如果是Rest for的方式的話 這樣的一個方式 這邊有一點Edges的東西 在裡面 去把它畫出來 這樣的話 就不再是 Server Render的方式 那最後的話 這個要寫上去Differ Script 去把它補上去 好 那 泡泡看 通常那種尷尬的沉默是最尷尬的 通常那種尷尬的沉默是最尷尬的 他不是已經寫好了嗎 怎麼會這樣子呢 怎麼沒有預期的兩個列表出來 我看一下才是哪 其實他沒有處理 你推到這邊前面來的話 那Groovy的程式 Browser怎麼看得懂 當然就忠實的把你 把你給列出來 那我們少做什麼事情 沒錯 就是說 剛才講到 就是我們這個東西的轉換 需要靠GrooveJart 幫忙轉換 所以說 我們必須在 在 必須把那個 GrooveJart裡面的 那個 Buscript 點Grandle 那個Buscript 去把它 把它那個 把那個 ProcIn給加進去 不是ProcIn 那個 它的Dependency 把那個GrooveJart給加進去 然後把 這個 和那個 用來 之後 用來 下一個 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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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到 這邊的話就是這一行 這行原本是沒有的,其他部分都是Gareos幫你伸出來的 那我只加了這一行,沒有做比較的,大家就相信我 就是加了這一行而已,我把groupscript的library加進來 所以這一場大部分都是在尷尬的等待中過去的 我想表達的就是說,我們的生產業最後可能就被受限這些工具的熟悉度的使用 跟它的速度,那程式鑽血比較其次的一個角色 已經OK了,沒問題,我們看一下內容 它這邊原本就變成產生Gareoscript 你可以看出來,我們剛才那個remote model的那個tag 它就幫你轉換,就有一個book 在Gareoscript可以這樣子使用 據說它的title、預設跟author是空的 那些相對應的一些面當data都會幫你填進去 那後續的話,再把你產生出來 就是因為我們問說,欸不對啊 剛才我們不是一個在boostrate 就是在其實的時候,不是加進去 怎麼會不見呢 怎麼會沒有輸呢 我們db不是剛剛塞進去嗎 你也轉換了,為什麼沒有轉出來 那其實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如果是從原本的gsp的server render 變成這樣子類似java adges 那個restful的方式的話 其實我們就少了那個動作 就是說我們需要一個相對應的 對於這個resource book resource的restful的 API 一個接口 去把它實作出來 那以Gareos來講的話是很簡單的 那我預計的話應該用rest的方式 我這些books是不是有一個restbooks 這樣子一個 這樣子一個API接口 可以把它resource傳給我們 那接下來我們缺乏這一個 那再怎麼做呢 那如果演夠間的話 應該是可以看到說剛才的domain 有講到 我有mark的 應該只要加上這兩項 我把這個domain object 把它稱之為resource 然後指定到那uri 是什麼 當然要input 這樣就可以了 你甚至不用寫任何的controller 中間前面的人都不用 你如果只是純粹就是restful 那樣子的定義的東西的話 你只要在你的domain object 你這邊要下個 下這樣子的一個語法 下上去 那你的CRUD 所有的operation 都會產生出來 那真的嗎 我們看一下 再把它拋起來 好 有沒有 有了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是一個 RESTful的API接口 這樣就有 然後我們回 然後我們回 那我們的首頁呢 首頁沒有 我寫出來 OK 這樣就列出來了 抬頭 沒有錯 那重點是說 你就開始想像 就是說 我們 在GSP裡面 寫 Groovy 的 sauce 用Groovy 語言去 去撰寫這個邏輯 那它自動會幫你 用這個 你TogglePlugin 的 Library 寫進來 它就會把你的Groovy 把它轉譯成 相對應的JavaScript 那 它雖然 就是 在Clinic段 Browser這邊是JavaScript 在你的 社會段 跟Groovy 的 本質上是這樣子不同 可是你在實際的操作 在撰寫的時候 相同的一個 Object 的一個描述 你就可以在社會段 Clinic段 用相同的 結構下去做描述 那 那 這個就是所謂的 Isomorphic 跟Universal 的一個 概念 我是這樣認為 那到時候 你在撰寫的時候 你就可以不用去理這些 JavaScript 到底要怎麼寫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回來 來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感覺 就 Isomorphic 就是 Universal 就是可以這樣子 達成 那 現在我有疑問 那 現在最夯的 react 這隻 那 Ingura JSA 我們看一下 時間不是很夠 你們在大陣 過一趟 我就提兩個 連結給大家參考 然後 待會兒就說明 那你像這個 這一個 react JavaScript的程式 他其實也是 他推薦 只用 JSX 去把你轉寫出來 那他其實也要透過一層轉譯 Tokenode JS的 Plugin 去把它轉譯 像Begos 轉譯成 它真正的長得 是這個樣子 那為什麼要需要轉譯 因為 它這個東西不好寫 它的真正的 JSQ 產生的樣子 不好寫 那 JSX 那樣子的一個 格式 讓你去遵循 那還是得轉譯 那 他自己有 他就提出他自己的版本 就是Groovy的版本 那其實它 雖然是一個 概念上的對應 就說你這個app 的話 它有一個initialized state 有initialized state 那Groovy的話 那語言的天性的話 它本身就是可以 有一些initial state 寫在這裡面 然後一些event listen 都可以定義起來 然後最後rander的地方 rander的部分 rander的部分 它也可以用我們自己 我剛才所介紹的 那個HTML Builder 去把它給 把它給視作出來 把它給對應出來 那你有興趣的人 可以再自行去 去了解這樣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先暫時跳過這一段 有relyJS 那angularJS的話也有 你可以依照 那也是找到Groovy script 這樣子的一顆 這個東西 然後去 就是很 繼續迷你了 就是有哪些 怎麼做 怎麼做 這樣子 那這東西的話 就不需要在這邊講 有的連結 大家自己去看就好 好 那以上就是 希望 就是我所認知的 Groovy 可以做到Universal 的一個概念 的一個始作 跟大家來看過 看過好